各位麥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跟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練 練馬斯龍虎榜 近這一個月都是風起雲湧 本來是蔡若翰 方家拍的Jip 離開其他對手 但劇情又是冷緊張 羅富泉 沈雜成的 就在後面在抽邊 殺上來 潘頓的車輪邊 殺到現在頭五位 練馬斯加上呂建威之爭 都是幾場上落 各位未聽之前 可以按一下手指 可以免費訂閱雷文的頻道 可以加入小弟 會員月費計劃 看到廣告的 又可以曲線支持雷文的頻道 但一講完 連練馬斯龍虎榜 現在相當令人關心 也是騎斯龍虎榜 那兩位 馬場萬人迷 包括 莫雷拉拉叔 和潘頓 潘山 今天潘頓都打咪 最近氣勢如紅 潘頓就不斷抽車輪邊 抽到自己的Lawpad 就不斷追著莫雷拉 Lawpad 不斷殺上去 自己找一條邊 打自己的Lawpad 潘頓 都殺得氣勢如紅 其實莫雷拉近來的成績 放到入直路之後 是不是有點矮矮 不過不用擔心 劇本應該編好的 遲些就會有表現 潘頓就剛剛弄了個 中三元之後 現在潘頓就有105場頭馬 已經追到莫雷拉119場 聽上去都是遙不可距的 有14場頭馬 今天我們潘山 其中一位萬人迷 對於這個爭冠軍騎斯之爭 潘山也有些話說 傳媒朋友 他說 我當然希望拿更多的頭馬 希望可以逼到前面帶來幾個馬位的拉縮 但是大家要細心一想 各位馬為老友 他自己覺得這個情況不太容易 大家可以看一看 現在綁手的練馬斯 其實綁手蔡又翰和方家柏 都不是帶來幾多場 他說現在綁手的兩個練馬斯 嘩 有些吃不到葡萄士酸酸的感覺 他說綁手就是蔡又翰和方家柏 你們都看到 咖喱方煮咖喱 蔡神仙請吃東西 通常都是請莫雷拉 咀喱的 有幾可憶我 潘山 莫雷拉停賽 蔡才找我旗下 方家柏剛剛叫做破鏡重圓 他說現在 大部份這兩位都是射著 兩條大水喉 射著莫雷拉 他說 所以我要搶攻逼 這個冠軍騎士之爭 都不太容易 不過這文就看 雖然蔡又翰和方家柏 近排射不到李潘頓 但是後面的羅夫全 還有李好拍檔 馬房 沈雜誠 這陣子都是堅肚肚肚 這兩位都有射著 形勢 李文覺得未必是這麼惡劣 男人聽到惡劣 這兩個字都很窄勢 不是很惡劣 其實蔡又翰和方家柏 都是不斷支持莫雷拉 搞到我的形勢就比較惡劣 他說再加上莫雷拉 有這麼多馬房支持他 再加上簡容簡正 手握這麼多優質座騎 其實我覺得莫雷拉 琴七打八緊的 但是潘頓老哥 李又何嘗不是一樣是琴七打八 兩個人在馬場裏 左簡右簡 簡正邏底鏟才被人騎 他說再加上雷神 現在都領先了我十幾場頭馬 如果我潘頓要力追落後 任務他就覺得不太容易 不過潘頓就這麼說 他說他自己就會盡力去做 其實潘頓拿車輪邊出來 不斷對著自己的屁股 不斷抽擊下去 我相信會力迫得越來越近 說到星期三 泥草混合夜馬賽事 潘頓也手握不少惡馬 有很多更加是近期 都是交到成績出來 星期三夜馬 潘頓實力已經是不錯 看看還有沒有頭馬落袋 看看可不可以力迫 我們前面的另一位萬人迷 拉肅 今天潘頓除了說他的冠軍 騎斯之真的看法 他對沈澤成馬防 這隻馬是三出三折 上次再贏了 小優一輪 再去試貨集 他對這隻資道再勝 比較有期望 跑第三場三班草地直不勒 一千這隻資道再勝 三出三折 未逢敵守三場這個路程 都全部贏了 今天究竟能否贏到 貴來的第四回合呢 大家都記得 當時這隻馬初出的時候 曾經試過有感染 退出過 沈澤成打咪就說 受到一些病毒的影響 第一場落地 想著他病毒有些影響 但贏完馬回來 沈澤成說只有七成馬 終於大家信不信呢 就不知道 終於再連結多兩劑 連贏三場 潘頓撥咪就說 知道再勝表現是很穩定的 他說上次最後400米 他已經開邊了 如果各位有聽聽 雷文的深水片 他上一次開邊是早了 還有還未開邊之前已經早期了 他說他400米已經開邊了 我還看到潘頓那些邊勢 他都不是說玩的 他說一度都擔心 知道再勝追不及 他說幸好在最拉尾的200米 知道再勝交到強勁的走勢 因為那時候潘頓才知道 這場頭馬就撥了下肚子了 沈澤成之前也有打過咪 就說這隻資道再勝 沈澤成看回他上場的表演 就認為不應該要這麼早騎 以及這麼早開邊的意思 不應該這樣交到這樣的成績回來 所以沈澤成就說 刻意讓這隻資道再勝 就去小優一輪再出 潘頓就說 他說知道再勝上次雖然是輕勝對手 我看見都打到開花了 他說輕勝對手 但是那場頭馬 其實知道再勝是付出了不少體力 所以鐵人沈澤成也是給他小優一輪 而騎斯、煉馬斯的口供一甲 沒有說謊 好像警察盤運證人 那些分開盤運證人 騎斯的口供OK 小優 連馬斯的口供也是說小優 他說成功令這隻資道再勝 再培養新鮮感出來 他就交代他自己幫這隻資道再勝 試過課集的表演 他說最近資道再勝 在潘先生的屁股底下試襲 一放到底 果課集的走勢 令到潘頓十分滿意 他說今次再跑直不勒直路一千賽 希望可以保持著這個不敗之身 其實潘頓 星期三晚的賽事 除了這隻三出三節的資道再勝 也有一隻年紀都不輕的老家夥 就是跑第六場四班 1650的恆進寶區 出自蘇惠賢 這隻恆進寶區 上次撿過十一檔 一聲就又贏了馬 這隻馬的獎金 好像已經突破了一千萬 今天我們潘頓仍然放上去 看看這隻第六場四班 1650的恆進寶區 今次磅位 只不過比上場加了兩磅 就是頭馬就贏了 比上一賽加了兩磅 但是檔位由十一檔轉到四檔 不如聽一下潘頓怎樣說 跑第六場四班1650 剛剛再贏了馬的恆進寶區 曾經這隻恆進寶區 上一場十一檔早段也有點意外 不過在潘頓先生的跨下 仍然恐恐聲衝上來 就贏了馬 看看潘頓怎樣評價 潘頓就說 恆進寶區這條老家夥 真是叫做老而離堅 對了 這文都想第二次老了都是這樣的 老而離堅 他說是值得尊重的 是的 老而離堅當然是值得尊重 他說最重要是蘇惠爾馬房 保養這隻馬功夫得宜 九歲馬健康仍然都好 戰鬥力仍然都在 他說上次綁重 檔位又差 但是恆進寶區 仍然可以後上恐一聲 擊敗對手 他說希望今場仍然可以交出水準 磅位只不過加兩磅 但是當位就向內移 其實他上場所擊敗的對手 亦都是今天同場的對手 好像雷霆戰區 愛馬劍 鋒亡快路 這些馬 都是同一堆的馬跑 看看這隻恆進寶區 能不能夠為潘頓 自己找條邊邊 自己的屁股 殺上去追 莫雷拉追到氣咳為止 希望各位多贏